再讲逻辑部分 刚刚是用一幅 这个是两重逻辑 如果说在Excel里面 如果要多重逻辑的话 其实就是不断在插入一幅 也不断在插入一幅 可是在VBA里面怎么做 两个一样的东西 可是呈现的方式 有哪些地方要注意的 所以旁边我多一个栏位叫VBA 我大概增加了四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就是丢公式 这个最简单 一模一样 其实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把这边的公式 放到这里面来 让它输出 这个比较简单 这刚刚讲过应该会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 如果我今天要不是直接丢公式 而是希望做好在VBA里面判断完 再帮我把结果丢出来 我会有两个 一个是合格不合格 就是跟刚刚这个一样 一个是ABCD 不过你会发现里面就不是公式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那撰写的部分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一 我们一样先切到VBA 二的话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就是丢公式 这个丢公式的话 其实就跟刚刚一样 所以把那个公式贴过来 然后如果有双引号 把它变两个 这个取代 另外利益号的部分的话 把它变成I 这个跟前面一样 另外的话一个清除 这个比较没有问题 比较为问题的应该是在 这个 成绩的部分 那我要怎么做 那个成绩的按钮 我把它拉过来这边好了 再把这边 再往这边拍一下 这样的话 我在 其实有时候 在写程式的时候 比较不会被遮到 我的习惯这样 接下来的话 一样 我就先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 这个 Sub 名称叫成绩 那这个成绩的话 就输出合格不合格 假设这样的话 那在VBA里面 特别注意 一样 For I 等于 二到七 给它一个范围 接下来逻辑就写在里面 特别是 以后逻辑的写法 大同小异 一定是先一个一幅 空一格之后的话 跟他讲说 如果什么情况下 我跟他讲 你帮我看一下 所以我要先取得什么 取得成绩 所以成绩的话 是在 这一栏 所以这一栏的话 我习惯上打一个Sales 所以你会发现 哪一栏的哪一栏 因为在回圈里面 所以哪一栏的话 一定是I 哪一栏的话 一定是 就是看一下一栏 一栏 然后 如果这一栏的资料 所以他会把这个资料 先搬一个过来 可能就从第二栏 二 有没有大于等于60 逻辑写在这里 空一格 所以特别注意 一幅后面空一格 这个就逻辑 那记得后面一定要加一个Zen 这个是固定结构 少一个不行 Enter两下 反之的话 因为合格 True的话就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所以else Enter两下再打一个Enter 这一栏 我是建议 我的习惯是先把这个结构先打完 再去打里面的程式 OK 那里面的程式就是 我要丢什么 丢那个结果到这边 哪一栏呢 其实有的时候习惯把这个复制过来 把这边改成h 因为要丢到h里面去 丢什么东西呢 丢等于后面就是合格 反之就是不合格 所以这边输入合格 那反之的话 就底下这个else下面 复制过来 这边加一个bo就可以了 OK 这样的话就写完了 那这种叙述方法就两重逻辑 这种蛮重要 因为以后 你在程式里面 一定会遇到逻辑判断 反正不是输出合格 不然就是不合格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 合格不合格 他帮我自动抓 所以抓80分合格 抓69分合格 53分也不合格 所以你要不要一进一出 一进一出 最后全部跑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再来的话 在底下做一个 就是把它改成 就是把这一段复制贴过来好了 其实我大概改几个地方 怎么把它改EPCD 其实非常简单 几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个 这边把它改成80 这边把它改成A 反之一样要有 这个改成D 可是问题中间还有B跟C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把这个IF的部分 复制一下 Enter一下 把它倒到前面去一下 一样是IF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只能有一个一副 剩下的都叫做什么 叫ELSIF 这是叫做首先第一个 排第二个的话叫ELF 然后这边的话把它改成70 这边改成B 那C的话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跟这个一样 所以ELF C 复制一下 然后贴下来 贴一下 这边把它改成60 这边把它改成C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那如果说你还有 底下还有的话 反正就继续ELUF下去就对了 理论上它没有限制 不过一般也不会那么无聊 一直写那么多 你大概有可以 不然就尽量先分类吧 不然的话你写太长了 这种程式也是不容易理解 最后来看一下 如果OK的话 执行应该就会得到我们要的解 看一下 跟刚刚一模一样 所以等于就是说 刚刚我们这样的写 如果你要把它转成VBA的话 基本上就是写成这样子 写成这样子 OK 所以慢慢要习惯 开头一定是一副 然后剩下来的最后一个是ELS 中间就是ELUF 其实结构跟ELUF一样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今天的话大概就是先讲到逻辑 先开个头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再来看逻辑的其他部分 包含就是 其实逻辑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了解一重两重多重逻辑之后 再来顶多就是里面还有什么 有所谓的交集 跟偶尔连集 大概这两个把它再加进来 其实就足够大部分工作会用到的逻辑判断 OK 那我们后面就会把其他的逻辑加进来之后 再用其他的范例做做看 如果你也都可以的话 那未来你就配合个回圈 反正全部跑完 然后资料抓出来 帮我判断结果 再把你要的结果丢回去 一进一出一进一出 就在回圈里面全部乱完 结果就OK了 所以这一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另外答案部分的话 参考答案的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有些细节部分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先稍微看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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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